信道的人们 你们当旅行各主约言 除将对你们宣读者外 总许你们吃一切顺序 但受戒期间或在近似境内 不要掠取非情走兽 真主必定判决他所抑郁判决的 信道的人们 你们不要垫堵真主的标识和禁阅 不要侵犯做牺牲用的身序 不要破坏那些身序的项圈 不要伤害朝景信寺 而求主的喜悦和恩惠的人 当你们开戒的时候可以打猎 有人曾阻止你们进禁寺 你们绝不要因为冤恨而过分 你们应当为正义和敬畏而护住 不要为罪恶和横暴而护住 你们当敬畏真主 因为真主的刑法却是严厉的 禁止你们吃自死物 血液猪肉 以及送非真主之名而宰杀的 勒死的 垂死的 笛死的 憋死的 动物吃剩的动物 但宰后才吃的仍然可吃 禁止你们吃在神石上宰杀的 禁止你们求奸 那是罪恶 今天 不信道的人们对于消灭你们的宗教 已经绝望了 故你们不要畏惧他们 你们当畏惧我 今天 我已为你们成全了你们的宗教 我已完成了所赐给你们的恩典 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 凡为饥荒所迫而无意犯罪的 虽吃禁物毫无罪果 因为真主却是制舍的 却是制辞的 他们问你 忠许他们吃什么 你说 忠许你们吃一切加美的食物 你们曾宗真主的教会 而加以训练的鹰犬 等所为你们捕获的动物 也是可以吃的 你们放作鹰犬的时候 当宋读真主之名 并当敬畏真主 真主却是清算神素的 今天 如许你们吃一切加美的食物 承受天津者的食物 对于你们是合法的 你们的食物对于他们也是合法的 信道的自由女和承受天津的自由女 对于你们都是合法的 如果你们把他们的聘议交给他们 但你们应当是贞洁的 不可是淫荡的 也不可是有情人的 谁否认真信 谁的善功 却已无效了 他在后世是亏损的人 信道的人嘛 当你们起身去礼拜的时候 你们当洗脸和手 洗至双肘 当抹头 当洗脚 洗至两怀 如果你们是不洁的 你们当洗周身 如果你们害病或旅行 或从厕所来 或与妇女交接而得不到水 你们就趋向清洁的地面 而又一部分土 磨脸和手 真主不愈使你们烦难 但他愈使你们清洁 并完成他所赐你们的恩典 以便你们感谢 你们当铭记真主 所赐给你们的恩典 和他与你们所递的盟约 当时你们曾说 我们听从了 你们当敬畏真主 真主却是全知心事的 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当精忠报主 当秉公作证 你们绝不要因为冤恨一活 而不公道 你们当公道 公道是 罪尽以敬畏的 你们当敬畏真主 真主却是撤知你们的行为的 信道而且行善的人 真主应许 他们得向 收诱和重大的报酬 不信道 而且否认我的迹象的人 是火域的居民 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当铭记真主 所赐给你们的恩典 当时有一伙人 欲对你们施展武力 但真主对你们 抵御他们的武力 你们当敬畏真主 教信使们 只信托真主 真主与以色列的后裔 却已递约 并从他们中 派遣十二个首领 真主说 我却与你们同在 如果你们棘手拜功 玩纳天课 却是我的众识者 并协助他们 必善债 借给真主 我必勾销你们的罪恶 并让你们入 夏令祝贺的乐园 此后 谁不信道 谁已迷失了正路 因为他们破坏盟约 我弃绝了他们 并使他们的心 变成坚硬的 他们篡改经文 并抛弃自己 所受的一部分确诊 除他们心中的 少数人外 你常常发现他们的奸诈 故你应当 饶恕他们 原谅他们 真主却是喜爱 行善者的 自称基督教徒的人 我曾与他们缔约 但他们抛弃 自己所受的一部分确诊 故我 使他们互相仇恨 直到复活日 那时 真主要把他们的行为 告诉他们 兴奋天津的人啊 我的使者 却已来临你们 他要为你们传明 你们所隐晦的许多经文 并放弃许多经文 不加以揭发 有一道光明 和一部明确的经典 却已从真主降临你们 真主要借这部经典 指引追求其喜悦的人 走向平安的道路 以自己的意志 把他们从重重黑暗 引入光明 并将他们引入正道 妄言真主就是 玛丽言之子 麦西哈的人 却已不幸到了 你说 如果真主欲毁灭 麦西哈和他的母亲 玛丽言 以及大地上的一切人 那么谁能干涉 真主伊斯豪呢 天地万物的国权 只是真主的 他创造 他所抑郁创造的 真主对于万世 是全能的 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都说 我们是真主的儿子 是他心爱的人 你说 他为什么要因你们的罪果 而惩治你们呢 其实你们是他所创造的人 他要奢佑谁 就奢佑谁 他要惩罚谁 就惩罚谁 天地的国权 只是真主的 他是最后的归宿 兴奋天经的人啊 在纵使者的统道中断之后 我的使者却已来临你们 为你们缠名教义 以免你们将来说 没有任何报喜者和警告者来临我们 一个报喜者和警告者却已来临你们了 真主对于万世是全能的 当时摩扎对他的宗族说 我的宗族啊 你们当记忆真主所赐你们的恩典 当时 他在你们中派遣许多先知 并使你们人人自主 而且把没有给过任何人的恩典给了你们 我的宗族啊 你们当记真主所为你们注定的圣地 你们不可败北 否则 你们要变成亏损的人 他们说 摩扎圣地中的确有一个强大的种族 我们绝不进去直到他们出来 如果他们出来 我们必定进去 敬畏者当中有两个人 存门真主的恩惠 他们俩说 你们从城门进攻他们吧 你们进攻城门的时候 必定战胜他们 你们只应该信托真主 如果你们是信息的话 他们说 摩扎 他们在圣地的期间 我们绝不进去 你和你的真主去作战吧 我们必定要坐在这里 他说 我的主啊 除我自己和我哥哥外 我不能做主 我求你使我和犯罪的民众分开 真主说 在四十年内 他们不得入圣地 他们要漂泊在旷野 故你不要哀悼犯罪的民众 你当如实地对他们讲述 阿丹的两个儿子的故事 当时 他们俩各现一个贡品 这个的贡品被接受了 那个的贡品未被接受 那个说 我必杀你 这个说 真主只接受敬畏者的贡物 如果你伸手来杀我 我绝不会伸手去杀你 我的确畏惧真主 全世界的主 我必定要你承担 杀我的罪责 和你原有的罪恶 你将成为火狱的居民 这是不义者的报酬 他的私欲 创罪他杀他的弟弟 故他杀了他之后 变成亏损的人 真主是一只乌鸦来掘地 以便指示他怎样掩埋 他弟弟的尸体 他说 伤宰 我怎么不像那只乌鸦那样 把我弟弟的尸体掩埋了呢 于是他变成悔恨的人 因此我对以色列的后裔 以此为谨矩 除因复仇或平乱外 凡忘杀一个人的 如杀众人 凡救活一个人的 如救活众人 我的众使者 却已招视他们许多迹象 此后 他们中许多人 在地方上却是过分的 敌对真主和实者 而且扰乱地方的人 他们的报酬 只是处以死刑 或钉在十字架上 或把双手交互着割去 或驱逐处境 这是他们在今世所受的凌辱 他们在后世将受重大的心法 为在你们能惩罚他们之前已经悔罪的人 你们须知真主对于他们是智赐的是致辞的 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当畏惧真主 当雄求接近真主的媒介 当为主道而奋斗 以便你们成功 不信道的人 假如大地上的一切都归他所有 再加上同样的一份 或用全部的财产去赎取复活日的刑法 那么他的赎金部门接受 他们将受痛苦的刑法 他们想从火域里出来 但他们绝不得出来 他们将受永恒的刑法 偷盗的男女 你们当割去他们俩的手 并报他们俩的罪行 已是真主的惩戒 真主是万能的 是智锐的 谁在不义之后 毁罪自心 真主必奢又谁 真主却是智赦的 却是智词的 难道你不知道吗 真主有天地的国权 他要惩罚谁就惩罚谁 要奢佑谁就奢佑谁 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 实者啊 那些口称信道而内心不信的人 和缘分 犹太教的人 他们中都有真先叛道的人 你不要为他们的叛道而忧愁 他们是为造谣而倾听你的言论的 是替别的民众而探听消息的 这些民众没有来看你 他们篡改经文 他们说 如果给你们这个判决 你们可以接受 如果不给你们这个 就请勿接受 真主要惩罚谁 你绝不能为谁 干涉真主 意思好 这等人 真主不欲 启迪他们的心 他们在今世要受凌辱 在后世要受重大的刑罚 他们是为造谣而倾听你的言论的 是通时贿赂的 当他们来访问你的时候 你可以给他们判决或拒绝他们 如果你拒绝他们 他们绝不能伤害你 意思好 如果你给他们判决 你当秉公判决 真主喜爱公道的 他们有陶拉特 其中有真主的律恋 怎么还要请你判决 然后又背叛你的判决呢 这等人绝不是细致 我却依将士陶拉特 其中有向导和光明 归上真主的纵先知 曾依照他 替犹太教徒进行判决 一般明哲和博士 也依照他们所奋 护赤和得天经而判决 定为其见证 故你们不要畏惧人 你当畏惧我 不要以我的具象去换取些微的代价 谁不以真主所 将士的经典而判决 谁不是信道的人 我在陶拉特中对他们制定 以命长命 以眼长眼 以鼻长鼻 以耳长耳 以牙长牙 一切畅伤都要抵长 自愿不咎的人 得以抵长 权 自熟其罪行 凡不依真主所降世的 经典而判决的人 都是不义的 我在纵使者之后 聚派遣 玛丽安之子 尔萨已证实 他之前的陶拉特 并赏赐他影子里 其中有向导和光明 能证实 他之前的陶拉特 并做 敬畏者的向导和确见 信奉影子里的人 当依真主在影子里中 所降世的律令而判决 凡不依真主 所降世的经典而判决的人 都是犯罪的 我降世你这部 包含真理的经典 以证实以前的一切天经 而监护之 故你当依真主 所降世的经典 而为他们判决 你不要舍弃 降临你的真理 而送从他们的私欲 我以为你们中 每一个民族 制定了一种 教律和法成 如果真主一欲 他必使你们 变成一个民族 而他把你们 分成许多的民族 以便考验你们 能不能遵守 他所赐予你们的 教律和法成 故你们当真先为善 你们全体 都要归于真主 他要把你们 所争论的是非 告诉你们 你当依真主 所降世你的经典 而替他们判决 你不要送从 他们的私欲 你当警方 他们引诱你 违背真主 所降世你的 一部分经典 如果他们违背正道 那么你须知 真主欲因 他们的一部分 罪过而惩罚他们 有许多人 却是犯罪的 难道他们要求 我们梦时代的 律恋猫 在确信的民众看来 有谁 比真主 更善于判决呢 信道的人 你们不要以 犹太教徒 和基督教徒 为盟友 你们中 谁以他们为盟友 谁是他们的同教 真主 必定不引导 不义的民众 你将看见 有心病的人 将尊先地 与他们亲善 还要托词说 我们恐怕遭遇慰怨 真主也许 降下胜利 或发出命令 而他们因自己心中 隐藏的阴谋 而变成悔恨的人 信道的人说 这等人 就是指真主 而发出最严重的门事 自称 与你们同教的人吗 他们的善功 已完全无效 故他们 已变成窥舍的人 信道的人吗 你们中 反叛道的人 真主将 与别的民众 代替他们 真主喜爱 那些民众 他们也喜爱真主 他们对信誓 是前功的 对外道 是威严的 他们为主道 而奋斗 不怕任何人的责备 这是真主的恩惠 他用来赏赐 他所抑郁的人 真主是宽大的 是全知的 你们的盟友 只是真主和实者 和信誓中 棘手拜功 完纳天克 并且恭敬的人 谁以真主和实者 以及信誓们 为盟友 谁是真主的党羽 真主的党羽 却是优胜的 信道的人吗 在你们之前 曾受天经的人 有得以你们的宗教 为笑柄 为喜悉 故你们不要以他们 和不信道的人 为盟友 你们当敬畏真主 如果你们是真信誓 当你们招人来礼拜的时候 他们以你们的 拜功为笑柄 为喜悉 这是因为 他们是不了解的民众 你说 兴奋天经的人啊 你们责备我们 因为我们确信真主 确信他 降世给我们的经典 和他以前降世的经典 只为你们大半是犯罪的人 你说 我告诉你们 在真主那里所受的报酬 比这更恶劣 好吗 有点人曾受真主的弃绝 和浅怒 他使他们一部分人 变成猴子和猪 一部分崇拜魔鬼 这等人 他们的地位更恶劣 他们离开正道 是更远的 当他们来见你们的时候 他们说 我们已信到了 他们带着不信进来 又带着不信出去 真主是知道 他们的隐情的 你看见他们中 有许多人 给予作恶犯罪 超越法度 充实贿赂 他们的行为 真恶劣 一般明哲和博士 怎么不禁戒 他们妄言罪恶 通识贿赂呢 他们的行为 真恶劣 犹太教徒说 真主的手 是被拘束的 但愿他们的手 被拘束 但愿他们 因自己所说的恶言 而被弃绝 其实 他的两只手 是展开的 他要怎样费用 就怎样费用 从你的主将 似的经典 必定要使 他们大多数的人 更加恒报 更加不信道 我将仇恃和冤恨 投在他们之间 直到复活日 每分他们 点燃战火的时候 真主就扑灭他 他们在地方上 肆意的作恶 真主不喜爱 作恶的人 假若兴奋 天经的人信道 而且欣慰 我必构消 他们的罪恶 并使他们入 恩泽的乐园 假如他们 宗守 塔拉特和影子里 和他们的主 所降世的 其他经典 那么 他们必得 仰视天上的 腐蚀脚下的 他们中 有一伙中和的人 他们中有 许多行为恶劣的人 使者啊 你当传达 你的主 所降世 你的全部经典 如果你不这样做 那么 你就是没有 传达他的使命 真主将保佑你 免遭 众人的杀害 真主 必定不引导 不信道的民众 你说 兴奋 天经的人啊 你们没有 什么信仰 直到你们 宗守 塔拉特和影子里 以及你们的主 所降世 你们的经典 你的主将是你的经典 必使他们中 多数的人 更加狠暴 更加不信道 故你不要哀悼 不信道的民众 信道的人 优太教徒 拜新教徒 基督教徒 凡信 真主和末日 并且行善的人 将来必定没有恐惧 也不忧愁 我与以色列的后遗 却已定约 并派遣许多使者 去教化他们 每分使者 带来他们 不喜爱的东西的时候 他们就否认一部分 杀害一部分 他们猜想 没有祸害 故 他们变成 虾的 龙的 伺候真主 摄诱了他们 伺候他们中 许多人又变成 下的龙的 真主是 明察他们的行为的 妄言 真主就是 玛丽安 君子 马西哈的人 却已经不信道了 马西哈曾说 以色列的后遗 你们当崇拜真主 我的主 和你们的主 谁以物配主 真主必 禁止谁 入乐园 他的归宿是火狱 不义的人 绝没有任何 援助者 妄言 真主是 三伪中的 一伪的人 却已不信道了 除独一的主宰外 绝无应受崇拜的 如果他们 不停止妄言 那么 他们中 不信道的人 必遭痛苦的刑罚 难道 他们还不向 真主 悔罪 求得宽恕吗 真主是 制赦的 是制辞的 玛丽言 君子 麦西哈 这是一个使者 在他之前 许多使者 却已逝去了 他母亲 是一个诚实的人 他们俩 也是吃饭的 你看 我怎样 为他们 阐明一切迹象 然后 你看他们 是如何 悖逆的 你说 难道 你们要舍真主 而崇拜那些 不能为你们 主持祸福的吗 真主是全聪的 却是全职的 你说 兴奋天津的人啊 你们对于自己的宗教 不要无理的过分 有一伙人 以前曾自己迷雾 并使许多人迷雾 而且背离正道 你们不要 送从他们的私欲 以色列的后遗中 不信道的人 曾被达乌德和 麦里安 君子儿子儿子的舍 所诅咒 这是由于他们的 违抗和过分 他们对于自己所做的恶事 不互相劝戒 他们的行为正恶劣 你将看见他们中 有许多人 以不信道的人为盟友 他们所谓自己 预备的真恶劣 那就是自招真主的厌恶 而永遭刑罚 假如他们确信真主和使者 以及战士给他的经典 他们必定不以 不信道的人为盟友 但他们多数是犯罪的 你必定发现 对于信道者 仇恨最深的是 犹太教徒和乙物配主的人 你必定发现 对于信道者 最亲近的是 自称基督教徒的人 因为他们当中 有许多牧师和僧侣 还因为他们不自大 当他们听见 宋读将士使者的经典的时候 你看他们为自己 所认识的真理 而眼泪汪汪 他们说 我们的主啊 我们已信道了 就你把我们和 作证真理的人 记录在A处 我们是窃望 我们的主 使我们与善良的民众 同尽乐园的 我们怎能不信 真主和将士 我们的真理呢 因为他们所说的话 真主要与 夏令祝贺的乐园 报仇他们 他们得永聚其中 这是行善者 所得的报仇 不信道者 而且否认我的迹象的人 都是火域的居民 信道的人们啊 真主已总许 你们享受加美的食物 你们不要把它当作敬物 你们不要过分 真主的确不惜爱过分的人 你们当吃真主 所供给你们的合法 而加美的食物 你们当敬畏 你们所信仰的真主 真主不为无益的誓言 而责备你们 却为有益的誓言 而责备你们 破坏誓言的罚金 是按自己家属中的 中等食量 供给十个平民 一餐的口粮 或以衣服 送他们 或释放一个奴隶 无力祭贫 或释挪的人 当斋戒三日 这是你们发誓后 破坏誓言时的罚金 你们应当信 守自己的誓言 真主为你们 如此阐明他的迹象 以便你们感谢他 信道的人们啊 饮酒赌博 拜相 求签 只是一种会心 只是恶魔的行为 故当远离 以便你们成功 恶魔违约你们 因饮酒和赌博 而互相的仇恨 并且阻止你们 自念真主 和谨守拜公 你们将戒除 饮酒和赌博吗 你们当服从真主 当服从使者 当防备罪恶 如果你们 违背命令 那么 你们须知 我的使者 只负明白的通知的责任 信道而且行善的人 对于所用的饮食 是毫无罪过的 如果他们敬畏 而且信道 并努力 为善 然后 敬畏而且信道 然后敬畏而且行善 真主是喜爱 心善者的 信道的人们啊 真主 必以你们的手和枪 所能猎取的若干 非情走兽而考验你们 以便真主知道 谁在背地里敬畏他 此后谁超越法度 谁将受痛苦的刑法 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在受戒期间 或在禁地境内 不要宰杀 所获得非情走兽 你们中 谁故意宰杀 谁应当以相当的身序赎罪 那只身序 需经过你们中的两个公正人 加以审定后 送到科尔白去做贡物 或纳罚金 即 施舍几个平民一日的口量 或代以相当的斋戒 以便他 尝试犯戒的恶果 真主已饶恕以往的罪过 再犯的人 真主将惩罚他 真主是万能的 是惩恶的 海里的动物和食物 对于你们是合法的 可以供你们和旅行者享受 你们在数界期间 或在禁地境内 不要猎取非情走兽 你们当敬畏真主 你们将被集合在他那里的主 真主以科尔白 近似为众人的刚为 又以敬略 供物 项圈 为众人的刚为 这是因为 要你们知道 真主全知天上的一切 和地上的一切 真主是全知万物的 你们应当知道 真主的刑罚是严厉的 真主是制设的 是制辞的 实者只负通知的责任 真主知道你们所表现的 和你们所隐晦的 你说 污秽的和洁净的是不相等的 即使污秽的为数很多 使你们赞叹 有理智的人啊 你们当敬畏真主 以便你们成功 信道的人吗 你们不要询问若干事物 那些事物若为你们而被显示 会使你们烦恼 当古兰经正在逐渐降世的时候 如果你们询问 那么那些事情会为你们而被显示 真主已饶恕以往的询问 真主是制设的 是制容的 在你们之前 有一些民众 曾询问过此类的问题 此后他们因此而变成不信道的人 真主没有规定缺耳驼 逍遥驼 轮身羊 免疫驼 但不信道的人 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 他们大半是不了解的 有人对他们说 你们来遵守真主所降世的经典吧 来服从使者吧 他们就说 能满足我们的是我们祖先的宗教 即使他们的祖先无知无实 不雄正道 他们仍要遵守他们的宗教吗 信道的人吗 你们当保持自身的城镇 当你们遵守正道的时候 别人的迷雾不能损害你们 你们全体都要归于真主 他将把你们的行为告诉你们 信道的人吗 当你们中有人临终做遗嘱的时候 你们之间的作证 是你们教包中两个公正人的作证 或别的两个教外人的作证 倘若你们旅行异乡而病逝垂危 礼拜之后你们要留着这两个真人 如果你们怀疑他们俩的忠实 他们俩就犯真主之名而发誓说 我们俩不以这个门事换取任何代价 即使我们俩所作证的 是你们俩的亲戚 我们俩也不会隐晦 真主所重视的证据 否则我们俩是犯罪的人 如果发现他们俩犯罪的证据 那么别的两个人代替他们俩 那两个人应当是享有权利的人中 与死者最近的人 他们俩因犯真主之名而发誓 我们俩的作证是比他们俩的作证更真实的 我们俩没有超越法度 否则我们俩必是不义的人 这种规定更能使证人 俱实作证 或畏惧发誓之后 誓言遭到拒绝 你们当畏惧真主 当听从命令 真主是不引导犯罪的民众的 真主集合纵使者的日子将问他们 你们所得的答复是什么 他们将说我们毫无知识 你却是深知悠玄的 那时真主将说 卖了言之子 你当记忆我所赐你和你母亲的恩典 当时我曾以玄灵扶助你 你在摇篮里 在照年时对人说话 当时我曾教你书法 智慧 当时你奉我的命令 用你捏一只像鸟一样的东西 你吹气在里面 它就奉你我的命令而飞动 你曾奉我的命令而治疗天然芒和大麻疯 又奉我的命令使死人复活 当时我曾阻止以色列的后裔伤害你 当时我曾昭示他们许多迹象 他们中不信道的人说 这只是明显的魔术 当时我启示众门徒说 你们当信仰 我和我的使者 他们说 我们已信仰了 求你作证 我们是归顺的人 当时众门徒说 Mari and Jesus 你的主 能从天上将 宴席给我们吗 他说 你们当敬畏真主 如果你们是信使的话 他们说 我们想吃宴席而得到心灵的安宁 而且知道你对我们说的话却是实话 而我们将为你的使命做见证 玛丽耶之子尔萨说 真主啊 我们的主啊 求你从天上将宴席给我们 以便我们的后辈 先辈都以将宴席之日为节日 并且以宴席为你所降世的迹象 求你以吉祥赏赐我们 你是最善于公寄的 真主说 我必定把宴席降给你们 此后你们中谁不信道 我要用一种绝不用于惩治 全世界任何人的刑法来惩治谁 当时真主将说 玛丽耶之子尔萨 你曾对众人说过这样的话吗 你们当舍真主 而以我和我的母亲为主宰 他说 我们赞你超绝万物 我不会说出我不该说的话 如果我说了 那你一定知道 你知道我心里的事 我却不知道你心里的事 你却是深知一切悠玄的 我只对他们说 如果你奢佑他们 那么你却是万能的 却是智瑞的 真主将说 这却是诚实 有意语 诚实人的日子 他们得享受 夏林祝贺的乐园 而永聚其中 真主喜悦他们 他们也喜悦他 这却是伟大的成功 天地万物的国权 只是真主的 他对于万事是全能的 感谢观看